由于全球需求放缓,利率上升和孤立性的防疫措施,香港经济去年自2019年以来出现第三次收缩,香港政府统计出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10月至12月的本土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下降4.2%,这比彭博社经济学家的调查中估计的2.9%的降幅更糟糕,而第三季度则是4.5%的下降,去年全年经济萎缩了3.5%, 比经济学家和政府估计的3%左右的调查,要查一些,政府发言人在伴随数据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,由于外部环境落下,导致贸易疲务,损害了经济,本土需求放缓,最初是受到第五波疫情的拖累,随后是渐入条件的收集,该发言人果成说,因过攀威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艾瑞斯评说,总体而言,经济非常疲务,它列举了影响就业和消费信心的办公室和商店控制率,以及外来游客的缺乏。 香港的经济在整个2022年都受到了打击,去年年初该是出现了一波严重的疫情,导致大量企业关闭,并促使官员推出一系列社会疏导措施,遏制社交活动。 酒店对入境旅客的检疫规定,也持续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,损害了经济发展,全球经济的批准是其他重要因素,这导致香港的贸易数字受到的影响。 12月的出口量,创下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,仅对中国大陆的货运量就比一年前骤降了30%,在香港取消了防疫限制后,今年的情况会好一些。 根据彭博调查的估计终止,香港经济预计将在2023年增长约20%。